一看是这么个样 就这么样你怎么描述都行 你得先看大致这么个样 就说这个样它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这么个样 你得说那这个样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大家不用特别的术语 两个脚分开有一定的宽度 身体是在中间的 像这么个 像这么一个底下大上面小 这么个感觉 我怎么比划我身体还是这样 实际上让大家看的就这个东西 它一出手就是太极的 这个气势出来了 出来之后不管做什么变化 变化万千 里面这个东西不变 这就是一个人 人是什么 上面一条线 底下两条线 所有的东西的变化 都在这个基础上 这就是你的传统的老的 像一棵树一样的一架子 你往上挂衣服 挂哪个脚上 怎么样挂都不要紧 但这个东西里面的骨架要有 我们练拳 首先今天第一堂课 告诉大家知道那个骨架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就会使用这个骨架